大家好,这里是精英会旅行,我是阿辉。 有人说,以后的城市高层就是平民窟。 中国的一二三线大城市,甚至一些小城市,几乎建的都是三十多城的高城,而且密度很大,密密麻麻。 钢筋混凝土般的丛林,这样的房子,现在也是上万,两三万,甚至四五万一平米,一套也是上百万,几百万,上千万。 也是很多家庭,三代人臭钱,一辈子贷款,才能拥有一套。 有人说,时间一长,电梯等设施老化,没钱更新,居住环境变差,一些有办法的人会搬走。 剩下的只能是没有办法的穷人。 这样的高层已经没有拆迁的价值,没有人会去拆迁。 所以以后环境会越来越差,最后只能沦为城市平民窟。 大家觉得这种说法对吗?欢迎留言讨论。